人團員 兩點半的停 一人夏克力 提早十分鐘抵達 士林地月 才要開口就被律師阻止 但夏克力有話要說 我跟你們講 其實我律師都不要我講話了 離婚應該是一個很平安的東西 大家沒有人要離婚 律師陪同夏克力有備而來 為了打離婚官司 據傳已經花了五百六十萬元 我漸漸地回來台灣的原因 不是為了錢 也不是為了他說什麼 他朋友說什麼 不是 是因為有無辜的人 夏克力所提到 是平民週刊曾報道 正在打官司的兩人 夏克力說 過去薪資酬勞 直接會入黃嘉謙公司戶頭 他每個月只拿百分之十 退估至少還有兩億元在對方那 希望透過司法找出錢的流向 而黃嘉謙這一方 透過經紀人回應媒體 不是事實 一切進入司法 不浪費社會資源 這是去年九月黃嘉謙出庭時 面對記者提問 只淡淡回應 謝謝關心 這會離婚官司第三次開庭 他委託律師出庭 庭訊只有短短十分鐘 對庭訊內容不願多談 夏克力則說 要再與律師討論 現在只期盼 官司盡早落幕 希望能在耶誕節前 讓他與家人團聚 過去的一幕夫妻檔 誰都沒料想到 十六年的婚姻 走到了盡頭 三一宣 各位說